据香港本地一些媒体透露 现年39岁的王妃之所以冒着高龄产妇的危险 也要第三度怀孕 除了想为夫家添个男丁之外 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想用怀孕来绑住不爱回家的老公李亚鹏 据这些媒体披露 李亚鹏近期常常流连夜店也不归宿 因此不少人揣测李亚鹏和王妃的婚姻就此亮起红灯 而两人的好友著名主持人李静 最近也在自己主持的超级访问中透露 李亚鹏和王妃年仅两岁的女儿李嫣虽然学说话不久 但是有一句话一直挂在嘴边 那就是你还知道回来呀 语气中满是母亲王妃的口吻 你还知道回来呀 但是仅凭这一点就判断王妃和李亚鹏的婚姻出现了问题 似乎有些牵强 因为从和王妃结婚一时 李亚鹏就时时处处维护着他们这段得来不易的感情 认识之初两人天差地别的悬殊地位 一度让人对李亚鹏接近王妃的目的 产生过一些并不光彩的猜测 但李亚鹏最终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和王妃走在了一起 并且在得知女儿患有先天性纯恶劣的情况下 还是鼓励妻子勇敢地把孩子生了下来 我说那个女儿 我说你相信你爸 我说你一定会没有问题 我说说完这个呢 我旁边的医生护士劈着啪了 我一看他们在那哭 其实我是看见他们哭了之后 我才突然那个 一下突然觉得难受 但是我扭头就走了 为了帮女儿治病 李亚鹏四处求医 甚至不惜恢复美国为爱女完成天使手术 至今无论多忙 只要女儿一个电话 这位24孝父亲 总会在第一时间出现在李烟身旁 我女儿只要给我拨通了电话 可能都不说什么 你就已经 我可能需要说 还对于所有重要的客人 我要先回上家 真的 这个是他对我的意义吧 而前不久 在泰国机场 为了避免李烟被媒体追拍 李亚鹏甚至不惜当场和狗仔队动手 虽然行动有些冲动 但是也从另一个侧面 反映了他爱女心切的初衷 这所有的一切 明眼人都能看出李亚鹏对女儿的爱 对家庭的责任 因此去年 当某网站刊登李亚鹏 与某位女演员传出绯闻 与王妃的婚姻触交的消息时 李亚鹏一下子火了 这位新疆汉子 并没有将大事化小 小事化疗 反而一纸诉状将该网站告上了法庭 以实际行动表达着维护家庭的决心 最近所有新浪网关于我的新闻 没有一条是属实的 任何一条 最近你一个月的新闻 除了我们自己发的新闻以外 什么约会吃饭了 什么要离婚了 什么什么等等 所以这也是我要起诉新浪的原因 作为个人而言 我已经不是李亚鹏自己一个人 我现在有我的家庭 有我的孩子 我不允许任何媒体或者个人 以任何的形式来伤害我的家庭 身在娱乐圈是李亚鹏的福气 而身在娱乐圈也是李亚鹏的不幸 他注定了要承受超乎常人的巨大压力 要承受美光灯的制考 要接受媒体无端的揣测和夸张的报道 但是就像他自己曾经说过的那样 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 只要真正的把对方放在心中 又何必在乎别人怎么说呢 追求谁不存在 而且我相信 就是说你若有婚姻的话 大多数能够真正最后走到一起的人 其实也是一分钟的感觉 对 它不会需要那么多复杂的 新娱乐在线综合报道